8月1日,NBA胡人对天才球星球哥的父亲老鲍尔,又耐不住计目大棒决词了,他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构想。 他想要借助詹姆斯的力量,帮助他实现这一壮举,一响千开,求爹喊话詹黄一次求他帮忙,乔建市四年后帮他照顾儿子老鲍尔坎坎而谈,我仍然认为我的三个儿子,都有可能为胡人笑意,看看吧,这就是我的计划。 詹姆斯来到洛杉矶后,老二和老三也加入胡人,然后呢,我们鲍尔家族三兄弟和詹姆斯一起打上四年球。 当詹姆斯选择退役的时候,他的儿子布朗尼加入胡人,由我们家的三兄弟来照顾他,他们会把他照顾好的。 笔者认为,从上述这样一般话不难看出,自打胡人对放弃在选秀大会上签下鲍尔三兄弟中的老二后,老鲍尔多少开始学官了? 要知道,在詹姆斯还没加盟胡人的时候,老鲍尔反复挂在嘴边的言论,就是詹姆斯加盟胡人后,求哥会帮助他比以前变得更强,而詹姆斯对求哥则不会起到什么帮助作用,而如今求爹该好。 今天所说的一番话,多少有向詹姆斯示好,让詹姆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,帮助说和胡人高层签下二球和三球的意思。 不得不说,求爹的伟大计划,真的有些过于意想签开了。